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希望之聲TV 國際風雲 我是薛蘭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23號星期六 下面來關注一組最新消息 美國駐華大使候選人表示 中共幾乎沒有朋友 華為芯片斷供 英媒認為遲早面臨解散和分拆 美國官員譴責北京 蔓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限制台灣 接中共世紀謊言 新紀錄片荷蘭首映或主流關注 民主已失 民調顯示超過4成港人想移民海外 美國兩名議員致信奧組委 要求推遲北京公奧會 中俄挑戰日本底線 10艘軍艦駛過近海海峽 本週美國駐華大使候選人 前副國務卿伯恩斯出席參議院提名會 顯示出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他在會上警告說 當前的中共政府是美國的最危險對手 並直言中共政府在全球範圍幾乎沒有朋友 也沒有真正的盟友 博恩斯在兩個月前獲得美國駐華大使提名 而政界對博恩斯的任職保有很大信心 在本週的聽證會上 博恩斯指出北京政府的劣勢很明顯 他在國際社會上朋友很少 他們沒有真正的盟友 想想我們有29個盟友 加拿大 歐洲 和北約 以及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多重盟友 戰略優勢 這是我們的優勢 他也說 鑒於北京對香港進行鎮壓 美國不能在臺灣問題上信任中方 美國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深化我們的安全合作 我們的責任是讓臺灣成為一個 北京難以破解的問題 他也表示 美國不能忽視北京在新疆西藏的鎮壓行動 如果發生暴行 或在新疆有種族滅絕罪行 我們必須大聲疾呼 現年65歲的博恩斯 曾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 和美國駐北約與希臘大使 他在會上說 現在華府和北京的局面十分緊張 複雜且後果嚴重 保持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 是威懾北京政府的主要途徑 他指出 近期在有關北京發展核武的報導 令人十分擔憂 但是 美國的軍事與外交體系都比中共有優勢 在尋求競爭的同時 美國仍會尋求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領域 與中方合作 議題包括 氣候變化、禁毒、健康與核不擴散 10月23日英文雜誌《經濟學人》發布評論表示 由於芯片遭到美國斷供 華為公司的未來處於極其危險之中 這家公司很可能會面臨解散或者私下分拆 評論指出 如果美國政府持續制裁 華為可能會悄悄地把自己分散 把他的工程師都分散到一系列企業中 或者選擇解散 現在華為的銷售額和市場份額正在萎縮 而且無法推出5G手機 公司可能會面臨消亡 也許會出現新的公司 吸收走資本與人才等資源 在去年 華為分拆了一個智能手機品牌 榮耀 讓它逃避了美國的出口管制 電信研究公司 Kanalis的分析師 本·斯坦頓認為 現在華為的智能手機工程師 已經轉移到榮耀 在那家公司發揮影響 但是榮耀也引發了美國政界鷹派人士的高度關注 包括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在內的多名鷹派人士 要求將他列入黑名單 並稱他是中共的手臂與外交政策威脅 外界評論說 這顯示華為陰影下的任何公司 都很難擺脫指控 在聯合國1971年通過的2758號決議 將滿50年之際 美國國務院官員說 北京政府正在濫用這項條款 阻止臺灣參與聯合國內的所有活動 這一做法是完全不恰當的 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副助親華自強 在本週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討論中指出 美國認為臺灣是國際社會中一個有價值的夥伴和良善的力量 臺灣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 讓所有的聯合國成員都遭受損失 他說 對我們來說 這是因為中方不當地使用2758決議 以阻止臺灣的有意義國際參與 這是讓國際社會無法獲得臺灣提供的價值與貢獻的阻礙 華自強指出 目前北京政府一些做法尤其過分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一所高中提交了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申請 但是因其網站上關於臺灣的名稱問題而導致申請資格不被認可 這是一個鮮明的案例 而現在 美國一直積極鼓勵各國成員一起 共同關注並支持臺灣在聯合國體系中所有的有意義參與 前臺灣駐日內瓦辦事處處長駐美副代表王良玉指出 北京在聯合國體系中濫用它的影響力對臺灣施壓 並且影響到聯合國的其他領域運作 他表示 2758日決議的真正內容 只宣布北京政府取代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 但沒有提到臺灣在聯合國體系的參與權問題 並沒有表示支持北京對臺灣的主權要求 他呼籲 國際公平對待臺灣的國際參與地位 真實實現聯合國團結包容的精神 近日 紀錄片別問問題在荷蘭紀錄片電影節的首映市場供應 獲得熱烈反饋 據主辦方介紹 影片別問問題 講述了中共在2001年1月製造天安門偽案的經過 以及製片人洛夫圖斯在北京追尋真相的經歷 這部談論中共政府編造謊言的電影引發荷蘭主流媒體關注 荷蘭的主要報紙布拉班特日報和埃因莫溫日報都報導了影片的消息 這兩家覆蓋40萬讀者的媒體還在報導中詳細介紹了天安門騙局和謊言的危害 荷蘭電影節組織者兼導演沃特斯表示 他將這部電影安排在首映市中是因為這是一部關於中國的好電影 中共政府在2001年高調鼓吹天安門自焚案之後 《華盛頓郵報》等海外媒體介入調查 對涉案人士是否為法輪功學員表示高度懷疑 2001年8月聯合國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公開例舉案件的諸多疑點 並發布聲明證實 這一事件實際上是由中共政府全面策劃導演 是栽贓法輪功群體的造假案例之一 在這之後這次的天安門微火事件被認為是中共編造的一場世紀謊言 國際大社組織工作人員亨格維爾德在觀看影片後說 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在中國發生 如果你所在的國家 媒體本身可以造假 這是非常危險的 荷蘭紀錄片電影節的主持人布伊斯表示 別問問題令他印象深刻 他說 我非常喜歡法輪功的核心價值觀 真 善 忍 法輪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 這太可怕了 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信仰自由的權利 香港中文大學的最新民調顯示 超過40%的港人表示 因為香港政治不民主 他們打算移民海外 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香港人自從經歷了反送中運動 及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之後 便開始了移民海外的浪潮 在受訪港人中 有42%的人打算移民 這是自2019年 2020年以來 連續第三年 有超過四成的港人想要移民 調查顯示 打算移民的港人的首選國家是英國 其次為加拿大 澳大利亞和台灣 英國政府估計 5年內抵達英國的香港人可能達到30多萬人 受訪者表示 他們計畫移民的原因主要在於政治因素 很多受訪者認為 香港已經沒有民主選舉 不再有民主了 還有些人對港府及高官感到不滿 認為香港的人權情況變壞 而且喪失了新聞自由 目前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大專學界 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少蘭近日表示 港府現在進辦六四燭光集會 清算香港支聯會 逼迫公民組織解散等行徑 都是民主倒退的實例 顯示中共不會履行國際承諾 他呼籲各國切實執行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侵害人權的中港官員 少蘭說 目前我們只看到美國實施了制裁 我們還在期待英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等主要國際社會成員的回應 他認為 國際社會應從香港過去兩年的經歷中吸取教訓 應該明白 中共是對全球安全和國際秩序的最大威脅 本週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 與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克里斯·史密斯 聯名致函國際奧委會 要求緊急推遲北京的冬奧會 他們表示 現在中共已經涉及了種族滅絕罪行 而國際奧委會不應當再給他們提供豁免權 讓他們舉辦這樣的國際賽事 兩位議員在信中說 反對中共的種族滅絕罪行是一個道德決定 而不是一個政治決定 當涉及到道德決定的責任時 國際奧委會沒有豁免權 他們呼籲國際奧委會實施道義上的義務 拒絕中共舉辦奧運會賽事 北京冬奧會計畫在明年2月4日到20日期間舉行 這一賽是因中共人權等多個領域的 惡劣行徑而飽受詬病 在此前不久 希臘首都雅典 在舉辦冬奧會火種採集儀式時 三名手持西藏雪山獅子旗 與拒絕種族滅絕標語的抗議人士闖入現場示威 而後由警方帶離現場 10月24日 日本媒體報導說 中俄艦艇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 兩次途徑臨近日本的海上要道 這是史無前例的挑釁舉動 而中共國防部則宣稱 這些舉動是在實施海上巡航的軍事演習 根據日本防衛省聯合參謀部的聲明 在10月22日 有10艘艦艇向西穿過 位於南部鹿兒島縣的大嶼海峽 東京方面表示 這是中俄艦艇首次在大嶼海峽行駛 這10艘船隻曾在10月18日 通過日本本州島和北海道之間的青金海峽 兩處海峽都是僅有3海里為領海 而不是習慣上的12海里 海峽中間的峽窄水域留為國際水域 業界指出 這是因為在冷戰時期 日本政府為美國流出的核武通道 在不違反日本政府無核原則的情況下 讓美國攜帶核武的船隻通過 日本防衛省聯合參謀部在10月23日指出 日方已經對中俄的船隻發起監視活動 現出動一艘朝霧級驅逐艦和R-5威級護航艦 以及一架噴氣式戰鬥機與P-1海上巡邏機 觀察中俄船隻的行蹤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訂閱、點讚、轉發 祝您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